你能想象得到乒乓球场上的庆祝方式 居然也可以如此疯狂吗 藏傲私衣服都算是低调的了 第一名最疯狂 直接在球场上脱裤子嘲讽 接下来就给大家盘点一下 平坦史上球员的十大疯狂时刻 第十位超级全满贯得主 安山小马 你见过在球场上如此疯狂的马龙吗 赢球后仰天嘲笑 双腿蓄力 一溜烟跳上了球台和对手握手 随后做出了埃博森的招牌手势 聆听观众的欢呼声 随后挥动那有力的双臂 向世界宣告俺就是第一 马龙的这番举动 是否颠覆了你心中小奶龙的形象 得亏这局对手 也是自己脾气忒好的老队友方博 就这居高临下的握手方式 换个脾气暴躁的 早给你拽下来了 不过后来就在受记者的采访时 马龙也是惨言 自己当时不知怎么的 赢球后头脑一热就跳上了球台 忘记了队友的感受 在这里也是给方博以及方博的粉丝们道歉 也正是因为此次的上头 马龙以后的庆祝动作 全改为了向尼比西 第九名波尔 年轻的时候波尔也是个疯狂的王者 终于知道了马龙跳桌子的举动 原来是跟波尔老贼学习的 只见波尔赢球后 直接跳上球桌庆祝 一个人跳不够 还邀请队友教练上来一起跳 一群人在球桌上旋转跳跃转圈圈 此时此刻我只想感叹 这大赛的球桌质量真好 第八名 依然是给到爱整活的欧洲人 前一秒上台庆祝的波尔 下一秒就沦为了背景板 对手在输球后和队友疯狂庆祝 直接在场上玩起了迭罗汉 听说刚才有人在球桌上庆祝 那我们直接在球桌上领奖吧 在此也是不得不让人感叹 这帮欧洲运动员是真喜欢上桌啊 我在老家上炕都没你们上桌麻溜 要说先前的球员都是和球桌过不去 那么接下来的选手则都是和球拍过不去了 拼台十大疯狂时刻 第七名瑞典选手莫雷高德 作为00后的国外乒乓小将 出道即使巅峰 在2021年休斯顿士兵赛上 击败老将波尔挺进决赛 迎战繁振东 最终获得了士兵赛的南丹亚军 而在比赛场上的莫雷高德 则是血迹方刚 狠起来连教练也无关着 只见其接球撒网失误后 直接将球拍扔向了对面的韩国选手 这还不算完 走向教练的莫雷高德越想越近 直接将毛巾摔向了教练跟前 吓得教练愣是大气没敢喘 也许正是刚才这一拍扔的 吓到了韩国选手 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莫雷高德也是逆转了比赛 韩国选手这胆量有待提高啊 第六位年轻的王鼠心 在同队友赵紫豪的一场较量中 年轻的大头在输球后 直接将手中的球拍甩了出去 险些砸到了对面的赵紫豪 而此刻只见暖心的赵紫豪 还帮大头将球拍捡了起来 输了比赛心情不好可以理解 但是不能将脾气撒在别人身上哦 何况对方还是你在国家队的前辈 而随后大头也因为此事 遭到了三个月的禁赛处罚 第五位许心的对手梅姿 谁能想到打球太秀也能得罪人 梅姿在输球给许心后气急败坏 做出了一个败人品的举动 直接将球拍摔在了桌面上 不过也可以理解 毕竟此事的许姿只是个19岁的小将 而梅姿已经是欧洲球团的冠军了 第四位杀神陈吉 一个因为摔球拍 而被刘国良发配到乡下喂猪的男人 2006年处于职业巅峰期的陈吉 却频繁遭遇王浩的压制 在亚洲杯的赛场上 对自己表现极度失望的陈吉 也是对着场地上的桌椅板凳 以及自己的球拍发了一通脾气 而这疯狂的一幕 也恰好被镜头给记录了下来 随后陈吉便开启了自己的乡下劳改生活 去往河北的贫困农村接手再教育 而其道农村的第一个科目就是养猪 不得不说刘国良这个教育的方法也很好 经过数天的改造 陈吉也是就摔拍子事件 向全国球迷做了监讨 在球关里整个像换了个人一般 十分的有素质 而陈吉此次的光辉事迹 也被央视拍成了纪录片全国播出 盘点拼谈十大疯狂时刻 如果先前的众人都是和别人过不去 而接下来的三个人个个都是狠人 狠起来还要和自己过不去 第三位球场造熬张继科 要盘点拼谈史上球员的疯狂时刻 那么张继科必定在其中有着一席之位 在2014年的世界杯南平决赛上 张继科与马龙熬战了七局比赛 最终以4比3的分数显胜马龙 由于张继科成为了新塑料球时代的首个男单冠军 此刻的他也是无比的激动 只见继科一个小碎步便是冲向了身后的广告牌 一脚将其踢来 踢完一脚还不够过意 蹦蹦跳跳的冲向了另一边 换一边我再来一脚 爽是爽完了 随之而来的近30万罚单也来了 一脚15万冠军就是有钱啊 踢完广告牌就算了 继科还在场上脱掉了衣服 将其扔向了场下的观众 眼看不断发疯的继科 刘国良也是忍不住了 忙上前提醒差不多就行了 相较于继科的疯狂 此时在身后收拾东西的马龙 都快气哭了 第二名许欣 一个意外爆笑出圈的男人 成为了全国球馆版面教材的典范 北京时间8月21号 人民艺术家许欣 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自己的一张图片 许欣分享的图片 是国内某乒乓球场馆外 张贴的一个告示牌 可以清晰地看到 红底黑色的9个大字 球馆内禁止赤裸上身 随后许欣的粉丝 也是来了波高质量的应援 而相较于最后一位 先前所有的排名都弱爆了 脱短袖算什么 乒乓球运动员狠起来 连裤子都敢往下扒了 自从张继克赛后脱上衣以后 国际拼联便是不允许 球员在比赛场上脱衣服了 所以在欧洲冠军联赛里 国平老将徐慧 在战胜了日本选手 积田海伟后 徐慧直接脱下裤子庆祝 不得不说徐慧真是个聪明人 你只说了不能脱衣服 又没有说不能脱裤子呀 徐慧的这波庆祝动作 你们觉得疯不疯狂 虽说是为了嘲讽 不让脱衣的规定 但是你们觉得该行为真的好吗 好了 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你们还知道平坛 有哪些疯狂行为呢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探讨